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季第一季的第三集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大致的背景吧 帆妈的五个孩子 那第一个孩子M和第二个女儿T和第四个儿子Cody 他们分家分出来了之后 和Cody的女友和他女友的朋友就住在一起了 他们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 所以就搬到了绿洲泉 在绿洲泉全生活的这段日子里面 Cody和T呢因为工作的繁忙 然后Cody就得了抑郁症 一直就是抑郁管欢 后来自己把自己给饿死了 那T在得知他弟弟的死讯之后呢 并且是亲眼看到他弟弟的死状之后 他在游泳的时候 因为太过于伤心 就是涅水身亡了 那从那之后呢 M就搬出家去住了 那M他作为大哥 他就不想一直待在这个伤心的地方 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去住了 Cody的女友的朋友也搬出去住了 所以呢这整个一栋豪宅里面 就只剩下Cody的女友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M就跟小雅的关系不是很好 小雅就是Cody的女友的名字 那因为一栋豪宅里面太大了 所以小雅就邀请了他最好的朋友 小悠跟他一起同住 那我们的故事 就从现在的这一个情况开始展开 我们的小雅现在睡觉 他现在还是没有从Cody的死亡里面走出来 感觉非常的累 那我们的小悠呢 他现在非常的开心 房子那么大 家务是真的超多 而且要修修补补的东西也很多 所以我们家呢就是会请一些终点工啊 维修工还有一些仆人 每个星期就来打扫一次到两次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豪宅是我在一天之内搭建好的 后来就是在家家弄弄之类的 因为很多的mod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也在不停的下载新的mod 如果说有比较好看的一些储具啊 包括一些好看的一些食物 就会加到我的模拟人生4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那我有时候就是会在厨房的桌子上放一些蔬菜 像洋葱啊 蘑菇 西红柿 那他们真的特别饿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grab one piece to eat 本来这个泳池颜色是蓝色的 我觉得太无聊了 所以就换成了红色 这就是我们呢 就是花钱雇的仆人 因为两个人实在是打扫不过来 哦 是叫庸人吗 让仆人好像不太礼貌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啊 反正我可能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对这个职业的一些称呼 英文叫made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称呼啊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个露台的这一阳台 其实也不算阳台了 就是我们就是自己一边可以在洗漱自己的同时 可以泡澡 一边泡澡 还可以欣赏这么好的一个美景 然后还可以运动 像这个露天的工作室 我也是很喜欢的 小雅和小悠 两位女生都其实是非常creative的那种type 小一定要其他的 小砍 小玄音 小玄琳 这里也是一个 peeled靠 indicated 对 这个 aan 三个 Nixon 这是什么 我真的很想进入到这个游戏 然后身处在 胜利起敬 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觉得真的还蛮漂亮的 这个智能AI的马桶经常怪 然后一修 就是你有些时候还修不好 你修不好就要 就是重新replace 然后就要1000块钱 虽然我家钱多 但是我还是不想这么浪费 我觉得家里人还是太少了 我就应该再多加几个 多加几个孩子 然后再多加几位男生 这样子就比较忙得过来嘛 我不知道要不要去参加这个event 这是什么romance festival 我要考虑考虑 如果有什么猎物 有什么就是目标的话 我会去耶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还真的就无所谓了 哇 小悠的修厕所修的超级认真 我会去参加这个 我会去参加这个 这还有一点 我开始参加这个 我可以参加这个 我会参加这个 我可以参加这个 对 我可以参加这个 Bad surroundings 其实有些时候我不觉得很脏 然后就是bad surroundings 但有些时候是因为 就是猫虾没有清理 他们真的很picky 那其实这两位女生 之前一直商量 就是他们很想要孩子 但是他们不一定要男生 但他们真的非常想要小孩 那既然饿了我们就来做饭吧 那我先就是来满足一下 小雅跟小优的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 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 我们黑寡妇的生活啦 就是自从Cody去世之后呢 M和T也就是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嘛 一个种不一样的方式离开了之后 那小雅就决定 她不想要再跟任何的男性 有就是比较正式的关系 但是她特别想要一个孩子 而且孩子越多越好 就是要尽量的享受生活 为什么我的小人就经常会内急呀 就是很频繁的上厕所 不会用尿在自己身上了吧 还真的是 好吧 我们来洗个澡 少优在干什么呀 她觉得很 playful 看看我帮你们设计的地方 那就是特别的好吧 你就会感受到有特别享受 然后特别愉悦的那种心情 她现在下去看电视了 我们来养一只猫吧 我们能先来养一只幼猫吧 学哪一只好呢 还是先养一只吧 先不要养两只 啊 好可爱哦 我们直接adopt 小雅快过来看一下我们家的新成员 我们来挡招呼 以最热情的方式 来欢迎 我还蛮喜欢暴鼻这个名字的 我们就去她暴鼻吧 我们请她坐一会之后就可以了吧 就可以add the evaluation process 哎呦 哎呦 嗯 哎这种小猫上得了楼吗 我们要不要在楼上也放一个猫砂 还是猫盆 还是就直在底楼就可以了 还是买黑色的吧 其他颜色不好看 EA能不能就是做一些 比较好看的宠物的用品啊 选项也太少了点吧 那我现在感觉差不多 就是他们家里的一些事情都搞完了 然后我们就要travel 我们就要去pub or bar 去看一下去寻找一下 有没有我们心仪的对象 还是travel with小悠吧 一起去 我们到pub了 哦M 哇 M真的我就无视我们的小雅耶 看见了这个是有多深仇大恨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像夜店啊 pub这种环境啊 就是讲话一定要很大声 你才能够听清楚对方的一个话 然后同时 那如果说你身边也有就是 就普通认识的一些朋友吧 然后说了大概十几分钟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尤其是你身边的人如果 不是那种非常敞开心扉 又是不会那种瞎聊巴聊的人 就是还蛮无聊的说实话了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带目的心去夜店的话 OK那现在小悠跟M聊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哎为什么会有 哎为什么会有小人的红色做剪法啊 他们说了什么呀 我觉得M真是个很难搞的人呢 真是个很难调停的一个男生 然后可能是怪怪的 因为他之前的一位女友 一位partner 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忘记了 是叫做nono吧 然后nono好像是 因为发生了一点事情啊 好像精神上有点问题吧 所以M的自我内心的封闭 应该是封闭了蛮久了吧 我不知道就是小悠能不能够成功的就是跟M就是有一段感情 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特别希望啦 就是小悠跟M是真的可以能够结出正果的 因为发妈生的几个孩子都没有后代 然后我还觉得蛮可惜的 OK他们现在想去其他的地方坐一下 就是去小雅的一个朋友家里面 就小雅还蛮喜欢这位男生的 我们来给你看一下就是那个男生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这男生跟他的妈妈住在一起 还蛮就是还蛮朴实的这么一位 这么一位模拟小人 你看就是这位男生长得怎么样 长得怎么样 我就跟你说吧 他长得不错吧 但是我不知道小雅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还就是就是利用他来生一个孩子 以后再说吧 毕竟是黑寡妇系列嘛 然后我总觉得小雅会找一个理由 然后把他给灭了 让他翘辫子 但是目前不会啊 目前可能这一两集都不会 因为我们要培养感情呀 培养感情之后要生孩子呀 生孩子之后 等一切都稳定了之后 再把他给灭了 哎呀这个男的什么表情 哎呀 在聊天吗 对 我们的感情就要从此刻开始升温 我想让就是让他们在这一集 在那个热的那种大型的浴缸里面 来一次激情的上上下下 我想让观众看一下 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就是模拟小人可以在大型的热缸 热的浴缸里面就是上上下下过 我跟你们说 这个男的遇到我们的小鸭 真的是 真的是赚了便宜了 小鸭长得这么美 其实小悠也不错了 但是小悠已经 有另外的一个对象了 哎呀说完了没有啊 现在已经很晚了啦 应该大家要去洗洗睡了吧 那我们现在就是最后来跟这位男生 这位男生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记了 来最后有始有终的来跟他说一句晚安 然后我们就要回家了 来上面把这个男生带回家吧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到我们的大房子里面去 哎小悠已经在家了 也不等一下我们小雅 那就提前回家了 现在是早上哦 大家是彻夜未眠好吧 我的模拟小人永远都是晚上不睡觉的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 有一个模组是什么夜猫子啊 我下载了之后我都忘记了 我到底有没有用过 就是 反正我 我记得我好像给我的模拟小人用了 还是没有什么不知道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个浴缸 在这个浴缸里面搞事情 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粉条 就是没有这个选项 我们至少要聊天聊到粉条超半吧 然后绿条也要超半 因为我记得如果说是绿条没有超半的话 如果就算是粉条全满的话 就是也不能够传中接待 传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花一点功夫的 每次模拟小人那集的时候 都是一种走路的姿势啊 超搞笑的有没有 看一下我们小雅的撩南树 我们先从友谊上下手 不能够一下子就是 让这个男的好像就觉得 我们是有企图的 而且我们是太直接的那种企图 我竟然不知道小雅跟小雅之间 也是有粉条的吧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时间一长 这个粉条就会没有的 我们的小雅心里在想 啊 麻烦死了 麻烦死了 要生一个孩子有这么难吗 应该我知道是可以有这种science baby 但是我不觉得science baby 就是太没有刺激感 我想要真真真正的从肚子里面 可以生出来的那种baby 我先来试一下 哎 他真的自说自话 就走到那个三楼去 在玩电脑游戏 真的是把这里当家 我心里上有点不太舒服 你知道我们中间那个画家哦 我们中间那个画家 就是是画被我们杀死 临死之前的那些人的遗像的 因为我们每次把人灭的时候吧 总会就是站在那个 那个小小的阳台上 露台上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门给封起来 然后他们就时间长就会被饿死 你觉得这个男的有这种死法 会不会也挺浪漫的 至少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色 我现在要开始慢慢的进攻粉条了 看一下他们的眼神 哎呦呗 小雅这个妆呢 然后这个身材 然后这个打扮 如果这个男的看不出来 就这个男的傻逼子 哦我们有一点粉条了 我们要继续加油 我也是很期待 就是这两位生出来的孩子 会长成什么样子 有些时候孩子会长歪掉 然后就长得很搞笑 然后还要就是麻烦我给孩子整个人物 这哪个是娘娘强吧 一般是娘娘强的男的 从某种方面来讲 也有可能是很表的那种男生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 他在这里干嘛 看着灯啊 这是小雅画的吗 跟说自从我装了那种绘画的模组啊 我就越来越爱绘画了 因为画出来的东西 就更加的逼真吧 更加的好看 OK 又饿又累 环境又差 哪有这么烂的 我帮你们把房子建得这么的优雅 这么的宽敞 这么的随性 同时又有点高级感 你还跟我说 你讨厌这个环境 非常的 是你们自己不整理 好不好 那我在那个厨房上 会放一点蔬菜呀 然后如果真的很饿的话 直接 就是拿起来就可以 咬几口吃嘛 哦 哎 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把碗给放下来啊 这些小猫是不是够不到他的碗盆 如果他会不会帮我们去种啊 就是种一些植物和吃的一些蔬菜 还是说他们就只会帮我去打理 哎 好奇怪哦 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吧 放旁边嘛 放中间 哇 好多 好 他真的好开心的 喜欢你的 Deep conversation New friends 蘑菇炒肉片超好吃 我超级喜欢吃一些菇类的蔬菜 我突然想起来它们是生吃蘑菇嘛 没有关系 模拟人生嘛 模拟的就是这种不死的那种才能 不管做什么都不死 因为我已经设定了我的小人 是长生不死 为什么不睡床上呀 一定要睡旁边 我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吧 我要求我的模拟小人在底楼做饭的时候 她就会跑到三楼去 我要求她在三楼做饭的时候呢 她就会跑到底楼去 很奇怪吧 其实她们的生活非常的惬意啊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Mint 这种颜色的破合绿的发色 大家好 我现在在点外卖 UberEats预计送达时间10点15分 现在是晚上9点57分 和我的模拟人生寺里面的时间完全对不上 你知道在英国的日子最想念的就是中餐 而且是那种非常正宗的那种奶茶的味道 我点了两杯奶茶 一杯是羊枝甘露 还有一杯就是奥利奥什么的那种奶茶 我们现在邀请谁过来坐坐呢 我们是有待目的性的啦 我们就邀请一些男人 是我们的猎物 然后再邀请一点我们的朋友 这样子就感觉没有那么的直接 你知道吗 就是拿几个烟雾蛋 我这期视频剪的还是蛮少的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真不好意思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放的视频 小U是INFJ MBTI性格测试 这M2的样子它是有多累呀 哎呀 怎么像猫一样对得近的就开始那种 手无阻导不知道要干什么 好像被挑衅了一样 他们快进屋坐坐 或者说去露台坐坐 OK我们这一次的约会呢 至少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小雅在画画 不要在不该画画的时候去画画 你的猎物已经过来了 你们两个聊上了 也好 我们请小U帮我拖一下时间 就帮助小雅拖一下时间 大家一起有个泳吧 他们竟然不听我的话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这是我创造的 你们都是我创造的 这个表情 果然还是亲身的 你们这样调整累不累呀 一起坐过来呗 游泳其实是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很舒服 就是我很喜欢水跟皮肤接触的那种感 感受 然后又是全身心 就是全身的那种肌肉锻炼 他们在讨论什么 红蚁吗 它是怎么做到 在水里面可以浮在那里 然后手上还在做那些姿势的 奇了怪了 哎呦很屌吗 不是你是主角 你还在画画 你给我下去 真的是画上就再也停不下来 预计送达时间10点08分 还有6分钟我就要下去拿外卖 Cody呢 先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现在正在撩活的汉子 你是个灵魂 就只能屈居为第二了 大家好 我回来了 我刚刚吃了两个奶茶 雍汁甘露真太好喝了 超级爽口 那他们现在的粉条跟绿条已经快要到半了吧 不知道这一次约会能不能就是差不多挤满粉条跟绿条 我没有那个窝户的选项了 但现在还不到那种传传接待的那一步吧 哦对 这个奶茶叫鸡米 我想看一下这个游戏里面这个是怎么搞的 哇哦 还好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热烈 我正会想试一下能不能就是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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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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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的约会可能 就不能够 把粉条跟绿条都拉满了吧 就类似这个样子 可能就不能继续了嘛 哎哟 JAMMY还是蛮会照顾自己的嘛 还去暖手了 我们就先把这些画 给处理掉吧 该卖的卖掉 该收藏的就放到那个 收藏柜里面去 青柳里面去 试试试试 哎呦 它醒了 我们让它去找一下M吧 算了 还是不去找了 今天的主角是小雅 不是小油 终于整栋房子归于了瓶颈 所有人都走了吧 我们来做一点家务 我们什么种子都买一个吧 我觉得我的乡村系列会有很多种田和咬牛养鸡的一些场景 我还蛮期待我的乡村生活 我应该是把它归为第三季 这个阳光照射的感觉是很温馨的那种 就是很舒服 有让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 OK 我们再一次的请他们来到我们家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小雅和煎米的粉条跟绿条全部都拉满 不对啊 那我的猫沙盆是很干净的呀 我要不重新就是再买一个吧 我看到了一个乳蛋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模组有冲突 所以就变成了个驸马巷 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进到我的书房来玩电脑的 我应该把这个门给锁上才对 哦 你在这儿啊 大家看来真的都很喜欢玩电脑的 但是我邀请你们过来坐坐 不是为了要玩电脑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了 正好因为小雅现在正在休息 你们先坐一会儿 给你们泡杯茶 等一下等我们小雅醒了之后 我们再来搞事情 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去看电视 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去看电视 就是现在跟小雅在说话的这位女士 是一位华裔 她们两个还蛮投缘的嘛 哎呦 主动过来要聊天 那我们还不趁机把关系搞搞好 OK 她们现在又是要 哦 因为我的目标是让她们也生出几个孩子 至少让凡妈做一回外婆吧 哎 小雅现在身上冒绿烟呢 嗯 身上这么脏 还觉得feel veryfloody 还笑死我了 哇 这是lovebird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男性有什么lovebird那种感觉 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没有哎 哈哈哈哈 那华裔人的那眼神 那这一次约会呢 我们的小雅就睡过去了 压根就不在乎我解密 睡觉才是第一位人 嗯 怎么又是污秽的环境哪里污秽啦 在鸡蛋里挑骨头 嗯 他是斗鸡眼呢 Bobby是斗鸡眼 我才刚发现 我有空把它给捏一下 我不允许我家里面的人有斗鸡眼 你长成什么样都可以 但是我不允许有斗鸡眼 我们不要浪费这些菠菜呀和西红柿 直接生吃了它吧 这是我们自家种出来的 小雅如果你睡醒的话 一定要换妆呀 一定要换妆呀 整个人看上去实在是太苍白 太古怪 你的头发去哪儿了 呃 好吧 这个模组冲突冲突的让我觉得 汗烟 哈哈哈哈哈哈 叫了三声一声比一声大 一声比一声要夸张 她在跟我说 我要去上厕所啦 你们快看我 OK我们的小雅把衣服给换好了 所以她们 所以她现在要自拍一张照片 讨拍 讨拍中 我们把它弄成树瓶的吧 诶 这样子稍微好一点吧 我们为什么又披 啊 能不能有矜持一点 自己都不会去上厕所的模拟小人 哎 为什么上厕所这种非常基本的一些操作 她们都不会自动去做啊 一定要我来去就是 控制她们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吧 不在她们的一个基本打理范围之内 我觉得我可以去操控她们 我觉得我应该下一个模组 就是可以进行很好的自我打理的那种模组 就是可以进行很好的自我打理的那种模组 我要记得去找一下 诶 这只猫是睡在这儿咧 我以为她就是一直会睡在室外的感觉 我们现在的小雅要去干嘛 晚上精力那么充沛 她就起来 然后就要拿了蘑菇还是洋葱吃啊 是生的蘑菇还是生的洋葱 我还是在想强调一遍 我真的好喜欢她的发色 我帮她染的 超美这个发色 这是泡茶鸡吗还是咖啡鸡啊 坏了吗 卖了 不用卖直接扔了吧 反正卖也卖不了多少钱 跟我让她 诶 才五磅 五美元 我现在累死了 真的我累死了 现在已经晚上很晚了 我们换一台就是颜色有趣一点的微波炉 我们换一台就是颜色有趣一点的微波炉 我们来跟Cody吧 我们来跟Cody说说话 虽然说她变成了鬼魂 我们还是很欢迎她回家的 毕竟嘛 之前我们还是有过一段情的 哎哟 哎哟 人鬼情未了啊 我们现在上演的是 哈哈 还真的可以耶 哎哟 哎哟 我要解锁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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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定格一下这么浪漫和这么神奇的时刻 继续 嗯 你今天看我的牙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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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跟鬼魂上上下下和跟真人上上下下的流程是一样的 能不能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出来 这样才好玩吗 我们正在思考小雅正在思考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突然觉得自己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在这么有inspire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来画画吗 大家你要知道我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太晚了 我真的好想睡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还需要做的家务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这期视频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家可以把这期视频呢就当做一些类似住眠系列 那我希望大家每天都生活的非常的精彩 然后呢开开心心的过玩每一天 那希望大家的人生也是顺顺利利的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好希望大家如果看到我的频道的话呢 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放松 这也是我做频道的一个初衷 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就是最后可以稍微弄一下的 弄弄然后布置一下多多饭之类的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多多点赞 然后支持 评论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模拟人生的玩家 那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多多分享自己的一个玩法演练的一些经历和经过 我相信大家玩的都比我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